四川的刘伙伴跟老公高高兴兴去扯证 结果却遭到婚姻登记后工作人员的拒绝 啥情况啊 原来刘伙伴为了有个完美的结婚证 拿着自个儿到影楼精修过的照片去的 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拿了一筹 照片跟本人跟身份证都相当有差距 下巴休间了 拍照时还化过妆调了光 说是本人也行 说不是本人也可 这哪成啊 最后 刘伙伴跟老公不得不补拍一张 才领了证 工作人员说了 结婚证的照片可以自带 但必须真实清晰 没经过后期技术处理 其实啊 刘伙伴的做法可以理解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过犹不及啊 我喜欢区别人家的意思是